每周焦点新闻一周金华 我是黄文华 首先要来关心就是台湾的总统大选 本周的最新局势 不只是民进党 蔡赖两个人党内初选协调会 杀到是刀刀剑骨 反观国民党 不只有这个郭寒争霸 还率先把台北市长柯文哲 说也要纳入初选民调的比较对象 而接下来东森新闻的新闻广角进单元 就特别推出了 柯文哲学家康特别报导 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观察最新局势 我们先来看到面对民进党总统初选协调 陷入到僵局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还特别举行了记者会 建议民进党中央采取对比民调 他甚至还放话说 只要蔡英文的民调能够赢韩国瑜 他就无条件地支持蔡英文拼连任 如果小英总统赢了韩国瑜 我没有条件支持蔡英文总统 继继续竞选连任 突然现成党中央赖清德为总统初选提出三个如果 如果我没有赢韩国瑜 那我也会全力的支持蔡英文总统竞选连任 第三个情况是 如果我赢了韩国瑜市长 韩国瑜市长又赢了小英总统 我请小英总统还有党中央党内的同事能够支持我 提名我出马竞选总统 换句话说赖清德出马的唯一条件 就是自己的民调赢过韩国瑜 同时蔡英文输给韩国瑜 其他的像是两人同时赢韩或输韩 甚至赢的幅度比蔡英文大 或是输的幅度比较少 统统都支持蔡英文连任 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 不需要谁让谁 为何二十几名中指挥提出的方案 就是改变游戏规则 而赖钱院长提出的方案就不是呢 是我们要收藏五人小组去协调 没有 因为刚刚没有新的状况发生 刚刚已经陷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好 我想还有问题 我们就下次再讲 下礼拜三再开中指挥 还是请大家继续来 再会 突然宣布会议结束 一切等到下周中指挥再说 这引起蔡正英不满 同时让赖青德使用党中央的空间 也引起争议 眼见也即将要有结论 左主席的议事主持突然练完 预先准备好的稿之后 中植会议 赖钱院长既然还在中植会散会后 在党中央召开记者会还进行直播 这样的偏袒难道不会被质疑 初选办理的公正性吗 这代表赖院长他这方的看法 不代表党中央看法 蔡正英杠上党中央 赢得之争继续延长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好 那么事实上民进党的多位 县市党部的主委发布了联合声明 支持蔡英文连任 而赖青德则在脸书上撂了重话 如果改变这个初选办法 将使民进党走向沦丧 双方的攻防是越来越猛烈 有没有可能会脱党参选的 该脱党的不是我吧 该脱党的不是我吧 哎呦 那是在说谁 赖青德自信一笑 中植会前释出专访影片 直勾蔡英文的不干脆 我接受选举的结果 那我也希望小英总统 接受选举的结果 案子不见对手风度 为了中出选绿资者焦虑指数破表 21日深夜英军夜袭 民党19位县市党部主委 联署表态力挺蔡英文连任 没有联署的台南市党部主委 就认为5月13日 说好全国主委聚会 先去府里拜会蔡英文 进行意见交换 之后转往餐厅聚会 但却被要求签下 现任优先联署书 当下他们是不知道说 之后必须去联署这一份联署书 摸头式的鸿门宴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要不要联署 现任优先 他们说好 22位主委有19人挺蔡 这也让外界联想 假设蔡英文在民调落败 有没有可能在7月全贷会上 启动霸王条款 毕竟会中只要有5分之1人连署 2分之1以上代表在场 60%同意 就可换掉原先人选 不要有任何违反民主 这个制度跟程序 小英现在民调也起来了 应该要来一起联合 侧翼暗中较劲 主帅也打起网路战 赖清德22日清晨率先发文 以召唤党魂维系党德为宗旨 众批部分宗旨委将改变初选规则 而蔡英文则专注在国阵上 投出美日籍友邦两国在WH上 为台湾发声 对于初选 短短写下 相信党中央找出最佳胜选方式 关键时刻 小英打出台湾牌 回敬赖神的猛攻 东森新闻中文报导 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 未来到底要不要选2020的总统呢 柯文哲回答说 他会像德川家康一样 慢慢的 郭台铭舔盘子这一幕 柯文哲真的笑到 听不下来 不只在受访时笑个不停 连访问结束 走到电梯口等电梯 也还在想 这个画面 那个盘子 英文名字可以叫China 哇 这个太有才了 所以你觉得他在舔 所以你觉得他是这样 所以你需要准备一个盘子给你吗 那要不要准备盘子给你 我该回到什么恶心的动作 一句恶心动作 是柯皮给郭台铭舔盘子的结论 最近讲话越来越呛辣的阿伯 不是只有酸懒 呛绿 也是完全不嘴软 台湾从来都不是挑衅 台湾不是只有他事的吗 柯文哲左右开工让人感觉阿伯回来了 果然最近他的声量也是一路往上爬 让民调突然窜起 但就在一片看好的情况之下 这时要不要参选 他突然说等到八月再来决定 不急着梭哈表态 毕竟蓝绿为了党内初选厮杀激烈 柯皮继续以时间换取空间 就等时机一到功取天下 东南新闻SN小组王伟成 罗旺哲在台北报道 好 不过说到了国民党现在已经确定要把柯文哲 列入初选民调的比较对象 包括了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还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对此也纷纷地表态回应 想成为国民党最强棒 不只要赢过民进党 还得证明自己比台北市长柯文哲强 国民党已经确定把柯P当作初选民调的比较对象 因为他的动向影响了蓝军走向 比如初选时辰不提前 其中一个考量就是观察柯文哲要不要参选 而高雄市长韩国瑜当初被拱选总统 支持者喊出只有他能赢过柯P 我认为柯市长绝对是一个详尽可敬的对手 绝对不要轻估他 那我们纳入他作为一个比较是非常正常的 也应该的 这个柯P不是讲说 如果那他进去的话呢 是一个笑话 所以有这个新的因素出现 希望党中央也再做一番重新考量 目前国民党内韩国瑜声势最高 郭台铭第二 朱立伦和王金平分居三四名 换成三强鼎立状况 韩国瑜和郭台铭一样是前段班 而朱立伦和王金平都会输给柯文哲 但排除柯P单纯比较蓝绿 就是郭台铭变成第一名 和总统蔡英文的差距可以拉到7.2个百分点 韩国瑜和朱立伦 孝福领先对手 王金平是唯一落后 做沙喀都的民调 就三方对比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他跟最后的选举结果相对会比较不准 因为柯文哲如果不选的话 他的选票会流到不投票 蔡英文或者是国民党候选人 这三个不同的方向上面 而你今天把它放进去 就表示你忽略了 柯文哲有不参选的可能 虽然民调数字本来就是参考用 还是得设法增加参考价值 东方新闻学院朱立立正在台北报导 好的 面对柯文哲可能要到8月份 才决定要不要参选 高雄市长韩国瑜则以赌场抽头做比喻 认为柯P是目前蓝绿内斗当中的最大赢家 高雄市长韩国瑜多次指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定会参选2020 甚至以赌场的抽头来形容柯P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他只要坐在那里 他只要不犯什么大错 因为蓝军在内耗的厉害 绿军也在内耗的厉害 柯P就一定会成长 我是举这个例子 不是说他抽头 而是很自然而然 他会越来越壮大 蓝绿的内耗 让韩国瑜在议场打询的时候 也忍不住透露出内心的焦虑 现在我们国民党里面的五人小组 还没有来询问 如果询问的话 我的答案是Yes I do 那如果不询问 因为综合其他的状态来评估 他跳过我 不询问 我们也是疏空咄咄 我们也不可能讲什么话 韩国瑜引用疏空咄咄成语 是出自竞数音号传 是比喻失忆激愤的状态 相较韩国瑜 为了市政和总统初选 心力交错的情况 柯文哲就显得轻松多了 对 我本来叫高升莫测 那你到底出行高升莫测 已经高升到莫测 什么意思 我已经到那种无招 完全没有招式 可是所有对手都会被完全没有招式 confused 难以参政人担心说 你出来谁会拉到他们的票 每个人都怕 自取出招已经到了无形的地步 柯文哲成了韩国瑜的劲敌之一 也难怪柯文哲在三月初到高雄探望阿扁 五月中连着三天走访高雄 踏进了高雄的土地 和韩国瑜两个人都是王不见王的局面 东森新闻 余家雄 李戴娟在高雄报道 随时随地观赏热门的新闻时事 新闻广角进单元 也可以上东森美洲电视的脸书官网 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来点阅